ASML垄断全球高端光刻 中国却在低端占8成份额 未来客期 光刻机是在芯片制造中必不可少的一种设备 目前全世界只有荷兰、日本、中国能生产光刻机 而高端光刻机市场被荷兰一家厂商ASML垄断 它占据了全球高端光刻机95%多的份额 基本上所有的出名的芯片制造厂都离不开它 但由于成本低、稳定、且效果好 所以是当前很多低端芯片制造厂的最爱 所以说是垄断着低端市场 虽然目前上海微电子在高端市场没分了 但它已经在光刻机领域站住了脚 而且这些年也在努力地研发高端光刻机 用低端市场赚的钱来补贴高端市场的研发 相信假以时日 中国一定能向高端光刻机市场进军